加萨向站哈马斯视角 炮口瞄准以色列军车 躲在楼房里子弹连发 熟悉加萨地形的哈马斯 靠着机动优势和乙军打游击战 以色列大军压境 哈马斯罕见公开作战画面 还有迫及炮抹轰 哈马斯士兵也从地面下洞穴开炮 就是这样的地地通道 成了以色列军队眼中最恐怖的阻碍 以色列国防部说 哈马斯地道无所不在 他们也拿出证据 在画面中七彩缤纷的游乐园摩天轮 暗藏危机 这个地洞就是地道入口 而在另一座被炸毁的民宅里 也找到类似出口 这些地道结构 没发现一个就用炸药炸毁 从以色列的角度看 哈马斯躲藏加萨每一个角落 虎视眈眈 但对加萨200万居民来说 他们每天在这里 想办法活下去 统治罐子排排站 曾经水龙头打开 旧有的资源 在以色列封锁下 变得相当稀有 饮食大不易 晚上安眠更困难 加萨市西法医院附近 密密麻麻的帐篷 住着无家的平民 但就连受国际法保护的医院 也越来越危险 以色列声称 哈马斯在医院底下活动 一是反驳这样的指控 同时以色列宣布重启 逃出北部的撤离走廊 星期一短短四小时 至少五千人 沿着萨拉丁路往南移动 挥着手中白色衣服和布条 还有人高举手掌 代表自己没有武器 一路上看到大人小孩 大包小包 为了保命 只好照以色列指示撤离 抱怨中满满无奈 他们知道 就算往南加萨跑 也很难保证性命安全 TVBS新闻众后报导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太轻松了 帅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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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帅座